上半播看到亥雅被抓了回頭 趕緊綁住這個企羅啊 想碰我們家亥雅 你這個變態警察伯伯把她抓走 剛剛她那個網路笑話 男朋友生氣的時候哄她 跟她說妳再怎麼樣我要生氣了喔 不是欸 學長妳剛剛的笑話已經結束了嗎 我怎麼看不懂妳那個笑話啊 喔妳說男朋友生氣要怎麼哄她 妳再這樣我要生氣了喔 喔那蠻哄的啊 這句話還蠻哄的啊 你好你好こんにちは 我是RebyReby 在聽完前面的普通笑話 然後歡迎來到美洲精華 這次精華是每個禮拜四 觀眾內戰時挑選出來的 容許我宣傳一下 想與我還有表天室的 大家一起玩的挑戰者 可不要錯過每週四 晚上的觀眾內戰場囉 等你喔 而這一把又是使用大好大壞的馬路斯 到底獻不獻勁 報復暴力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想殺我啊小貓子 每次內戰對方都只有一個念頭 遊戲可以輸 但是主播不能活啊 你們的良心都不會痛嗎 我幼小的心靈都不用在乎嗎 好的 你們沒有在乎 看來我只好默默的 難過一下了 欸 我在難過的時候 怎麼你還給我掉手沙 好 看來我只好先回到藍區 守護一下我們家七二的藍buff 不會被奎克給勾走了 進到草叢裡面一個拔刀斬 看到的還有對方的娜塔亞 握著一勾怎麼勾到我右邊的翅膀啦 瞬移腳了 槍挖恢復暗了 我也還是數掉了 但是看到我們家齊爾已經衝到對方的陣營裡頭了 怎麼自己野倒 讓對方齊羅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啊 雖然說齊爾在死掉之前呢 有拿到齊羅這個人頭 但是齊羅已經兩顆頭進帳了 有點危險 我們復活之後呢 再次來到了中路 來抓一下這個娜塔亞成功 這個定搭配我的拔刀斬 啪啪亮亮拿到這一顆頭囉 而且側邊突然灌出了一隻瑞克 走走走 這個瑞克想要對我們家的人幹什麼東西 可是瑞克趕走了又來一隻齊羅啊 齊爾立刻颶風刷的上去 最後回頭想要來抓奧萊斯塔 還被他抓到了 但是入到塔下的齊羅 是被我們家齊爾給帶走了 而你這個瑞克是不是扁態呀 一直挑飛我挑逗我的小森林 先不要這樣好不好 打得這麼刺激 讓我稍微喘口氣 我們前面看了一個普通的笑話 這時候又有聊天室的人來挑戰了 黃帝身體失掉 不能用什麼來插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黃帝有指 OK下面一位 頓時間我們就看到我們的紅區 娜塔亞又想要來抓人 但是被我們一波教訓給帶走了 我們在轉點來到下半部 這草叢裡面蹲的一個人 就是瑞克奶茶把你倒掉喔 這屁股想壓限制了一波位子 你看我們非常之有用啊 這個屁股 回頭看到的是齊羅在 沒關係我們先來拿一下靈尿齁 再裝一下路人 沒有我的事情齁 拿到之後 右邊瞥眼一看什麼 你好歹讓我拿個助攻嘛兄弟 但必須說你真棒啊 我們轉點來到中路 稍微消耗一下小毛子的娜塔亞 還有這一把我們中斧連動 一直都執行的相當不錯 上半部看到亥雅被抓了回頭 趕緊綁住這個齊羅阿 想碰我們家亥雅你這個電台警察伯伯 把他抓走喔 我們這個中斧成功就到我們家亥雅 答答的馬蹄不能停下來啊 我們趕緊一路往下跑 往下跑 就是要來保護一下我們家的耶娜啦 這一跳是抓到的是限制瑞克的位子 她回身一跳跳到我的懷抱裡頭了 再來看到夸克 哎呦喂呀你這一吸 吸得我不要不要了 頓時間才發現我應該要出解控 這一抓 我以身試法回頭一砍 帶走了這個夸克 皆さん すいませ 我應該出清醒的 這一波是我的錯啊 孩子們 我趕緊晃上清醒 下一波就可以來好好的解控了 再度補齊狀態的我們來到了下半部 看到月河道的奶茶 奶茶我們又來照顧你啦 用的是我們的屁股 這個屁股限制一下瑞克的位置 我們三個人一起夾殺死了這個瑞克了 那我們在轉點看到是上半部 齊爾被人家包圍住了 我們趕緊露頭 我們龐大的身軀直接驅趕開來了 夸克想抓我們 但是阿萊斯特的控制 直接驅趕了夸克的位置了 驅趕開了對方中路的人 之後呢看到小技術發現 亥亞轉擊殺掉了凡恩 但是自己也要倒下了 我跟阿萊斯特有點慢了一步 但是突然發現對方兩名成員 我們也兩個 阿萊斯特的雷霆球要綁得非常之好 夸克想走 NO!不! 為一個拔刀戰 加上我們瞬移帶走了對方的夸克 再來看到齊爾來了 卡比尹使出泰山壓頂 跟著我家的騎爾 瞬間就秒掉了對方的企羅了 而且炮車對方是沒有整理掉的 我們三名成員 上半部這個凱撒路外塔 肯定是實在必得了 而且還可以帶掉的是 凱撒路的這波兵線 轉點再來到了是 企羅的紅區 紅區裡面 哎呀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企羅的週年慶大拍賣 有什麼拿什麼 有什麼買什麼 而且我們在側邊的話 草叢裡面稍微蹲頂一下 因為中路的話 亥亞已經把兵線往前帶進了 雖然在藍區裡面 是看到我們家葉娜的倒下 但沒關係我們轉點來到了右側 雖然我繞了一大波 但是看到夸克的葬禮 我也是覺得不錯 而且騎爾直接騎進去了 哎呀 還真被他騎到啦 那塔亞被騎完之後 也看到中路對方凡恩已經來清兵線了 那我們就不要練戰 不練戰的我們剛剛有看到小地圖 瑞克是在下半部有把兵線往前帶囉 那勢必我跟中路一定要雙雙搭配一起走 來到下半部 哎呀 對時間我又想了一下 誰還想要被我的屁屁給壓制呢 什麼榮榮你這個廢人 你這個騎爾怎麼被抓掉了 好家再來是他還有周爾夫時可以開得出來 但是中路我們家葉娜也被包圍了 葉娜倒下了 我們第一時間先遇到的是瑞克 但是我們屁股一壓 哎呀 壓到的是對方的夸克啦 而再看到是瑞克回生 有搭配的是對方的齊羅 以及娜塔亞有先帶走了是我們家的亥亞 而我自己也倒下了 好家再來是榮榮的齊爾 有再次趕到這一波的會戰 帶走了是對方的齊羅 總算復活的我們呢 又再次跟著愛萊斯到往上半部走 因為葉娜已經來了體重 我們高喊一聲體重之後 又做到上半部的這一波小會戰了 而再次帶走的是對方的夸克 而且凱撒路二塔前方的兵線已經進來了 我與葉娜手牽著手來限制一下對方反恩的位置 因為我家的亥亞以及艾萊斯特已經領著兵再典這個二塔了 而我們就可以瞬間的帶著兵線來到對方主堡 再壓一個雷蒙陣下去限制一下位置了 哎呀沒想到這一波打的這麼順利 攻下了是這一次內戰的主堡 哇塞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玩瑪巫斯是順的 怎麼這麼 怎麼這麼難得啊 這不知道我之前的馬洛斯在幹嘛 又打了 我體重這麼輕 壓對面根本不會怎麼樣好不好 nice喔 後悔沒有生馬洛斯 可是馬洛斯是我剛剛所 呃 欸 欸 我們剛剛在紅方欸 南方 我們剛剛在紅方嘛 竟然不是我MVP 我差0.1 萬萬沒有想到我的 我的馬洛斯竟然可以講這個樣子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不要忘記訂閱 記得開啟小鈴鐺 比前按讚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不